我們就是所以慢慢的各位要習慣看到了然後能夠寫出來 那表示我們這一期課程你應該都有進入狀況 所以慢慢習慣寫出一些簡單的VBA程式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第一個輸出2到33 我要做一個按鈕 所以第一個我可以先在VBA裡面插入一個程序輸出2到33表格 所以這邊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然後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也許叫輸出2到33表格 假設給一個名稱 假設是這樣的一個名稱 輸出2到33表格 反正就是一個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要輸出嘛 輸出到哪裡 所以慢慢你要習慣什麼 輸出到哪裡 2到33 for i 所以接下來你要怎麼去敘述會比較簡單 那跟各位講一下 for i 因為這個是一個表格 那之前我們用的比較多的是一整藍 單藍 所以像這種會有列我們用i 會有藍的話用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可能會需要學習兩重的迴圈 一個是列的迴圈 一個是藍的迴圈 好兩重迴圈 那不過好像因為之前追用的比較 藍用比較少 大概就單藍 所以好像有同學只會用i 不會用追 所以不用追什麼 我看好厲害哦 A B C D E F G S 一直往下寫 哇 寫好多哦 所以如果你會追的話 其實你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寫一個迴圈就好了 好不然的話我看 有同學教的那個 那個作業裡面就是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這邊順便順便寫啦 OK 那怎麼寫 一樣嘛 你就看你的現在的列是哪一藍呢 你就for i i的話是第二藍 for i等於第二藍 等於2到 多少 因為我們是30 應該8 應該到9嘛 有沒有 2到9嘛 因為我要到2到33嘛 那就32嘛 對不對 所以是8 8個嘛 OK 因為從2開始 那追的話呢 那以後enter兩下ness 再來的話裡面是什麼 for J哦 所以你 tab鍵一下 tab鍵呢就是下一層 下一層的話是內迴圈 for J J的話呢也是一個變數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不一定叫J啦 不過我的習慣用I來代替是列 J的話呢代替是藍 然後呢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如果我說那個儲存格的話呢 之前就是I列的什麼藍 那這個時候I列的就是直接追藍就可以了 所以SalesI追 指的就是什麼呢 這個範圍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呢 那他跑的方式一定是一整列先跑 所以會跑這個輸出這個輸出第二個 輸出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啊就是意思就是SalesI追 一個一個的輸出啦 那輸出什麼東西呢 等於 兩個方法 你也可以用什麼 之前我們column跟Raw 那column指的就是J啦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J 減掉多少呢 跟這樣上面這邊是應該是第 第幾藍呢 第四藍 到第四五六七 四到七 OK 這邊改一下四到七 你可以把J當成剛剛的column 有沒有 J減掉多少 減掉2嘛 再加上 列 列的話現在變成本來是Raw 把它改成I I減掉2 乘上4 那你會發現哦 這個邏輯 跟剛剛那個column跟Raw的邏輯還蠻像的 這個邏輯 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吧 OK 只是把I 只是把column用J來代替 Raw用I來代替 诶 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的意思吧 那如果說呢 我們寫完之後呢 要輸出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按F8 足行跑跑看 給各位看哦 I現在等於2 它從2開始 J現在等於4 所以輸出到的話就是2 4 意思就是這個儲存格 第2的位置 輸出什麼呢 輸出那個2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2輸出了 NAS NAS的話呢 會先NAS追 意思是說下一欄的意思 下一欄的話呢 那就是5 那就是輸出到第5欄 一樣第二列 然後輸出3 第5欄 第6欄 第7欄 那追跑完之後呢 4,5,6,7 7跑完就跳出去了 所以呢就NAS I了 所以I現在又變成3 意思是從第三列開始 然後下6,7,8,9 然後NAS I 再來就是NAS I 那就是4 應該可以看懂了齁 在下面這邊跑 OK 所以我如果IJ的順序 說白的順序相反的話 就是會先跑上下 對對對 結果應該也OK啦 跑完也是OK 藍跟列 順順路徑不一樣 對路徑不一樣 不過 通常我們是橫向的啦 比較不會是 這樣跑啦 通常是 一筆資料跑完換下一筆 所以 通常I會在外面 追會在裡面 但是有一些特別情況 你如果要 讓他跑的順序是 整籃跑完 再換下一籃的話 那其實可以顛倒沒問題 什麼時候會這樣做 像我們之前有個年曆有沒有 年曆我就會寫一個 自動產生年曆的 那個VBA 不過我在講義沒有放 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我有放 完整寫好的VBA 因為為什麼 因為年曆是 一整個月跑完 再換下一個月嘛 有沒有 你如果這樣跑 好像比較不順 我是這樣跑完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去看一下年曆的VBA 部分 雲端上有 全部跑完 OK 有沒有 2到33 全部跑完了 OK 試一下 但是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子 好像有點 太複雜了吧 因為我如果寫成這樣子 不好理解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寫呢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寫呢 有沒有簡單一點 後來其實同學 有個方法 就多一個變數 多個什麼 多個K好了 K從2開始 K等於2 那你直接把那個 這個換成什麼 一個單以後 先註解 另外如果要寫更簡單一點 有另外一個寫法 同學 因為之前我有寫過 多一個K的變數 你可以什麼 K放在這邊 也就是 K從2開始 那你下面只要什麼 K 等於 K 怎麼樣 加1 加1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就輸出一個之後 然後就加了1 就變3 加1 所以上面這個 其實你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那有沒有比較快呢 結果一樣嗎 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有沒有比較簡單呢 但感覺好像有比較簡單一點點 OK 就是 變成說不用寫這麼複雜的邏輯 OK 不過如果你懂得這個邏輯到也無妨 所以程式我講過沒有標準答案 最重要是你要怎麼去讓程式寫得又簡單又快速又好理解 我覺得這才是好的方法 你不要寫一個連自己將來都看不懂自己在寫什麼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最重要這個程式將來你還能夠維護 能夠維護的話前提是你自己要看得懂 不然的話我發現有些 之前有些 有些 有些工程師很喜歡就在Google上面隨便搜尋 然後就貼上先可以解決問題 啊可以跑了 跑了 然後呢 將來出問題 因為程式不是自己寫的 所以也不知道該怎麼維護 錯了然後怎麼辦 再去Google另外一個 那這樣永無止盡的錯誤 不斷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儘量是自己想得出來也不要維護 那最好是我剛剛講 除了說牌之外 請你怎麼樣 在這上面可以加個註解 打個註解會更好 其實最後呢 還是可以給它加個註解 這樣至少一是列的回圈 二是藍的回圈 三是輸出結果到儲存格裡面 至少你一不了然 不然將來寫什麼自己都忘記了 OK 那第一個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 輸出那個2到33的這個表格 那有兩種寫法 自己再加上那個註解名稱 接下來等一下再來看 輸出包含藍名 再來不包含藍名 K等於2 這上面寫一個初始值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要的是3456 我覺得K等於3 對對對對 就是從哪個數字開始的意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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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